好 现在我们可以来做题目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均匀的电荷 有电荷均匀分布在无限长的细导线上面 这无限长的细导线 都有电荷分布 它的密度是个常数 单位长度所带的电量都相等 那现在要问 跟这个导线垂直的方向上面 距离导线R远的地方 有个P点 这一点的电荷是多大 好 当我们要做这个电荷的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急着做 你首先就考虑 我学过哪一些计算电荷的方法 你算一遍 从头来算 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有这三种 对不对 好 现在电荷 它分布在这里 这个是连续分布 连续分布 所以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用的是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它是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我们刚刚在演算的时候 就知道 你要在有电荷的地方 取一个DQ 对不对 取一个电荷极数 你先算 这个电荷极数 在这里产生了电厂 然后再用积分 求重电厂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因为这个电厂是一个向量 你看 它在这里产生电厂 第一在这里 如果 这个点电荷是在这里呢 那这一点产生 第一就踩这一边 方向变了 因此就说 你这个上面 任何一点 任何位置 上面的电荷极数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方向不一样 不止大小不一样 方向也不一样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说 刚刚这个 无穷多个 连续分布的点点和 在这里产生的电厂 是这个的积分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积分 但是积分号里面 如果有向量的话 那个不能做 因为积分就是相加的意思 向量和 你一次只能加两个 两个向量求和 因为 你要用到余旋定理求 和向量的大小 用正旋定理求和向量的方向 一次只能做两个 你三个的话 就要做两次 但是你不能一口气 全部把它积分起来 不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谈到这个 连续分布的时候 不 马上就用积分 因为你用积分 你这个 积分号里头 这个S会变 不能积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想办法 要把这个量 把它变成 纯量 不要是 不要是向量 好 我们先说 我先用这个 取DQ DQ是Lamina 称DZ 那D1呢 是这个值 那我就把DQ 用Lamina D1带进去 好 这个不能积分 我说过 这个E不能积分 因为 这个S相量 不一样 它有方向性的 不能够就这么加起来 好 这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变成纯量 怎么变呢 就是说 我把这个D1 分解成为两个分量 一个圆着这个方向 另外一个跟这个垂直的方向 这个叫D1R 有另外 D1R方向 这个叫D1Z的方向 可以 它可以分成这两个 D1Z跟D1R D1Z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小就是这个 那么 θ就是这个 这大概就是等于D1的cosθ D1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相量 就是D1sinθ 可以分成这个 这两个 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算 先算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 因为大家都是朝R的方向 所以R Univector 我就提出来了 这里面就变成纯量了 我们把D1 1R带进去 就是D1乘上3θ 这个是D1乘3θ 这个常数提出来 这个积分 现在问题又来了 这个积分是按照Z来积分 就是从负无穷大 无穷远 G到正无穷远 就把这个带电体上面的电量 都涵盖了 但是问题是 θ跟S你要注意 它是不是常数 如果是常数的话呢 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那一个积分号里头 一个积分号只有一个变数 可以积分 但是如果θ跟S会变的话 那就表示这里头 有三个变数 那一个积分号不能积三个变数 不能积 那现在我们看看S 看θ 你看 DQ在这里的时候 θ是这么大 DG拿下来的 θ就这么 变小了 D跑到这里来呢 这个θ大于90度 所以 θ是个变数 那S呢 DQ在这里的时候 是S 那你拿到这里来的时候 这里的D DQ呢 就不是这个S了 S会变 所以 这三个都是变数 那怎么办呢 我们积分只能积一个变数啊 好 那我们就 把三个变数 化成同一个变数 就找θs z之间的关系 θs z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看这个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这是z的 z就是 D1z就是等于D1成 CosaSita 我们还是一样 分析一样 我们这个S 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 0边 比上斜边 不是 这是对边 这个角 这个角的对边 比上斜边 R比S是什么 Sin Cita 那现在呢 S呢 倒过来 记得R overSin Cita Sin Cita分之一 就是CosaSita 好 z是指 这个z是指大小 其实 这个地方的z 它是坐标了 它是圆点的下方 是负的 它本身是负值了 而这个三角形里面 我们说这边的边长 边长 是一个绝对值 因为z本身是负值 它在这个圆点的下方 负负才会得正 那么z呢 比上R是 Cotangent Cita 所以有这个关系 那我们把这个 我们这个要dz 这里微分一下 这边也微分 这个微分各位 所以要记住以后 常常用 R当然是常说 Cotangent Cita 的微分 dCita dCotangent Cita dCita 它就等于Cosigen的平方Cita dCita 那么这个是Dz 这个是Dz 我们现在把这些 带到这个里头去 ER就变成这个 3Cita S平方 是等于这个 那么Dz的平方呢 就是这个 乘上这个 那现在 我们把R平方 跟R约掉一个 剩下一个R Cosigen平方约掉了 那这个里头就剩下 3Cita 3Cita 基本就是 FuCosigen平方 把上下线带进去 FuE FuCosigen平方 那就是 1 减掉 FuE 就是正2了 约到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ER 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把这个 也积分积出来 也积出来 也积出来 只不过这里 刚刚是Size 这里变成Cosigen 这就变成 积分就变成SizeCita 这个都是0 所以这个就是0 好 所以B点的电厂呢 它现在就是什么 Z component没有了 它只有R component 所以就是这个字 OK 好 我们刚刚是把 第一 分成两个component 这个component的积分存在 就是这个量 这个component 积分是0 那以后我们不需要积分了 我们就说 因为这个电荷 这个上面分布的电荷 对这一点是一个对称的 你这里有多大的电量 一个电荷基数 它相对这个方向 就有一个多大的 那这个方向在这里 产生的第一是朝这一边 所以这个第一跟这个第一 这个分量是加起来的 这个分量 方向相反 是简单的 最后就是0 所以以后我们做这种问题呢 我们可以说 因为对这条线 这个电荷的分布是对称的 所以它的Z component 电厂的Z component就是0 只有Z component 就是总电厂的Z component是0 它只有这个 你只要积这个就好了 然后这个要积起来 这个可以当公式用 就是无限长的细导线 上面有电荷 单位长度的电荷是Laminar的时候 Laminar的时候 它在距离带电梯 R圆的地方 P点 它的电长是等于这个 这可以当作公式来用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电荷Q均匀分布于半径为R的圆周上 求中心垂直轴上 距圆心Z远处 至P点的电长 这个是一个圆的 半径是R 有Q 总定是Q分布在这里 那现在有一个 这是中心垂直轴 就是说这道线是从圆心发出来 它跟这个圆面是垂直的 这里P点距离圆心Z远之处 这一点的电长是什么 那就这个 好 那你现在怎么做 我说过 你不要马上就做 你马上分析 我学过哪一些 求电长的方法 点电荷的电长 一群点电荷的电长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长 这个呢 是连续分布 所以我们没有连续分布电荷的电长 但是连续分布电荷的电长 你去 它积分的时候呢 要看它的第一 会不会随着这个位置而改变 会改变的话就不能积分了 所以我们要先看第一 它会不会随位置改变 所以我们就先 看第一 这也是我们 连续分布电荷球电长的一个步骤 我先取一个 电荷基数 电荷基数取在哪里呢 一定是有电荷的地方嘛 你不会取到这里来嘛 不会取到这里来嘛 一定在这个圆圈上面嘛 好 我就取这个顶点好了 叫DQ DQ等于什么 等于Lamina乘DL 就是这里我取一个长度 是DL' 然后单位长度的电量 乘上这个就是它的电荷基数 那这个Lamina乘DL' 那这个Lamina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 因为总电量 均匀分布在这个 半径为R的远周上 所以Lamina就等于这个 所以DQ就是它了 好 达到这里来 D1就等于4πε0分之1 然后Q 这是比较的 然后S平方 上面DL S Univetal 这个会变呢 我们从这个式子就知道 它的方向是S的方向 S就是这个连线的方向 会变呢 它在这里 它是第一在这里 它如果在这里呢 第一就是朝另外一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不要把它去分量 所以第一的方向会改变 是随着DQ的位置而改变 好 那我们现在 还是把这个第一 分成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 那现在我们不需要7分了 因为DQ在这里 D1是这个 你可以分成远Z轴 跟Z轴垂直的方向 这个T就是transverse 就是横向 跟这个轴的横向 如果我在这里也取一个DQ呢 那D1是朝这一边 它也可以分成这个分量 还有一个是这个分量 这两个大小相等方向 相反 加起来就是0了 所以我们知道 有电荷的对称分布知道 D1的transverse component 它的横向分量是等于0 所以它只有一个分量 就是这个分量 而这个分量的大小呢 是D1乘cosθ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积分了 现在都变成纯量了 Z拿出来了 里头都是纯量了 就是这些 4πε0 Lemina S平方 Cosθ 然后DL积分 S因为是常数 因为你这个DQ都在这里 这个边缘到中心垂直轴的距离 都是S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常数 θ也是一个常数 你这里任何一条线 跟这个夹角都是θ 那这个积分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总长度 是2πR 积出来就是这个字 电长就是这个字 好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但是你的表示方法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它的问题只跟你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圆周 半径是R 上面有电量Q 均匀分布 它只告诉你P点 距离这里的是Z远 那这个地方的S 跟这个地方的θ 都是你自己取的 换一个别人来做 可能它不用S 它也不用θ 用φ 所以你10个人来做 可能有10种不同的写法 这样不好 我们必须要用 它给题目给我们的条件 来表示 这个时候我们就 就看这个图 S平方 就等于S平方 等于Z平方加R平方 就是S等于Z平方 加R平方可以更好 那Cos 是Z over S Z over根号 R平方加Z平方 把这个带进去 带进去 我们把S等于这个 Cosan S等于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电场就等于这个值 现在这个量 都是它给我们的 刚刚那个不是算错 是正确的 但是它表示 表示的方法不好 我们用这个 这个式子要注意 这个常用 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 当作一个电荷基数 来积分 就一个圆形的面上面 或者一个平面上面的 走电场 这个要记住 这个常用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往下讲 这一个例题是说 有一个半径为R的圆盘 半径是R 这个上面呢 有电荷均匀分布 它的电荷密度 是Sigma Colom Per Meter Square 求圆盘中心垂直轴 就是这个轴是经过圆盘的中心 跟圆盘面垂直的轴上 这叫Z轴 P点 就是距离圆盘Z远处这一点 它的电场是什么 就这一点的电场 那么我们要做问题了 记得我刚刚讲的 你不要马上做 舒散 这一章用的是连续分布的电荷 你就用这个方法 当然准没错了 下一章用高斯定律 你就用高斯定律做 问题是 我全部讲完了 我出一个题目 你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你必须要会分析 所以我们就先把 我们学过的方法数一数 比如说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我们学过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连续分布的电荷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连续分布电荷 求电场的方法 首先我们就是在这个 连续分布的电荷的范围里面 取面积基数 取一个电荷基数 这个电荷基数 在P点产生的 电场基数是什么 我们要求出来 这电场基数 DQ要怎么取 现在这个DQ DQ就是Sigma 我们这里取一个面积基数 这个面积基数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 我距离球星 圆星 R远处 取一个长度 为DR的地方 这条线是距离X轴 Phi角 所以 这个长度是DR 那这个长度呢 就是R乘D5 对不对 这个弧长 所以 它就是等于 Sigma 乘是DR 再乘是RD5 就是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 这个S 就是说你 这个基数产生的电场 方向 方向会不会改变 那我们一看就知道它会变了 你把这个 移到 这边来呢 那它就朝这边了 对不对 所以这会变 会变的话 我们就要把D1 把它分成分量 一个就是圆Z轴的方向 一个就是跟Z轴 垂直的方向 就是横向 Transverse Direction 这两个分量 Transverse Component Z Component 好 我们再从 这个电荷 有对称的分布 对这个 这个轴来讲 是对称的分布 所以它的Transverse Component 最后 是等于零 因为你这个 一定有一个地方 电荷基数跟它一样 产生的D1 它的D1T 是跟它相反 它一对一对的 就消掉了 所以最后只有D1Z存在 所以D1就等于D1Z DZ是什么呢 就是D1 乘Cos Theta Cos Theta 乘D1 那它就是这个值 我们再把DQ带进去 DQ等于这个 DQ带进去 可是它现在的积分 你看 它有两个变数 两个变数 两个变数 我们只有一个积分号 没办法积 那我就看看 能不能 能不能把这个 它现在这里 它有S 有S Theta 对不对 S Theta DQ又是这个东西了 那现在我们就 看一看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变数 画少一点 就是S S是这个 你可以变成S平方 Z平方加R平方 开根号 Cos Theta 就等于Z over S 所以 我们现在把它 带到这个里头去 带到这个里头去 Cos Theta用这个 S用这个 所以它就变成 R平方加Z平方的 二分之三之方 Cos Theta已经化掉了 然后呢 DQ DQ是这个 我们把Sigma 提出来 RDR Fi DFi 我们这个积分一次 Fi来积分 然后这个是R来积分 就说这个 我们可以化成这样子的 然后DFi积分 就是2π 跟它约掉 这就是2π 然后这个积分呢 就是这个字 这是上下线 你把这个带进去 2π跟这个4π约掉 变成2 2Epsilon Zero Z 里头 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把这个Z 沉进来 就变成这个字 变成这个字 这就是这一点的电场 电场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看 如果这个圆盘 搬进去无穷大的时候 那就是说 这是一个无穷大的平面 那么这个上面一点的 电场是什么 那现在就变成R变无穷大了 那这个是无穷大 这就变成零了 所以电场呢 在上面 就是这个 如果在下面呢 它的方向朝下 那就是负Z 就是这个字 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们也有另外一种解法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取DQ 的方法不一样 DQ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这里 取一个面积基数 DA 它是这个环状 这个半径是R 所以这个内圈的长度 是2倍R 再乘上它的厚度 就是面积 这是很小 才可以这么做 很小 DQ呢 就是Sigma 乘上这个面积基数 这个DQ 就是环状 环状的这个 面积基数的一个 电荷基数 好 我们现在用 我们前面一个立体 就是一个圆环 半径于R的圆环 上面带有Q的电量 然后在它的垂直中心 走Z远处的电场 我不是说过吗 那个可以要记住 那现在我们就是 本来是E等于QZ 那现在我们就是DQ 所以这个电场就是D1 那么换成这个 那DQ我们就用这个带 2倍R 第二 带根排月的 4跟2月的变成2 变成这个字 D1就是这个字 好 那现在 我们就积分 因为这里头 有好多D1 一环套一环 一环套一环 每一个圆环 每一个基数 都会在这里产生D1 方向就是 同样的都是 在Z轴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把它积分积起来 积分积起来 那我们就说 这个R 因为这个一环接一环 R就是从0到大R 这个Z是一个常数 你说你P点在这里 那这就是 目前它是一个常数 这个积分就是这个字 积出来就是这个 就跟我们前面积出来的 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立体主要就是说 我们前面一个立体的结果 很重要 它往往可以当作一个 电荷基数 电厂基数来用 有前面一个方法 这个就跟方法一是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介绍电力线 什么叫电力线 电力线就是 在有电厂分布的空间 我们可以画出一组的曲线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弯曲 一组 不止一条 有好多条 那这个曲线不是随便乱画 不是画得好看的 而是说这个曲线上面 任何一点的切线方向 就是这一点的电厂的方向 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就是这一点的电厂方向 按照这个原则去画的一组曲线 叫做电力线 这组电力线 电力线有以下的特性要记住 这个一定要记住 电力线是有方向的 它是从正电荷发出来 就是说你圆着这个方向 相反的方向 一直追踪追踪追踪 它一定会有个正电荷 顺着这个电厂的方向 一直追踪 会有个负电荷 就是它从正电荷发出来 而止于负电荷 任意两条电力线 不会相交 像我画的这个就是不可能的 两条电力线不能相交 因为你相交的话 这个交点上面 就可以做两条切线 这条或者是这条 那就表示这一点的电厂 或者朝这边 或者朝那一边 那不可以 静电厂就是说 你静电荷已经分布的位置都固定了 它在空间产生的电厂 就是一个定值 大小是一定 方向也是一定的 不可能又是 又是这个 又是这个方向 不可能 还有电力线比较密集的地方 电厂比较大 电力线较稀疏的地方 电厂比较小 这个我们就看 看这个 你看这个电力线 这是点电荷的电力线 是这一条 你看它 任何一点的切线都是辐射状 对不对 是辐射状 好 这个地方的电厂要比这里大 因为你在这里做一个面 球面 单位面积 因为电力线画的一样多的话 这个单位面积的电力线的数目 就比这个单位面积要大 你半径越大 这个单位面积的电力线的数目就越小 所以它分布的越稀疏 越往外就越小 越往内就越大 好 电力线做什么用呢 它就是让你 因为电厂 电厂这个东西 就是很玄 很抽象 看不见的 我们求出一个方程式来 这是一个数学式子 你看不出来 那么法拉第 他研究辞学的时候 他就研究了一套方法 叫做辞力线 他把辞力线用到电力线上面来 这个观念用到电力线上面来 比如说 点电厂的电力线是这样子 你就知道 这个区域的电厂 比这个区域小 比这个区域更小 我随便找一点 它的电厂的方向 那一定是这个辐射状的方向 可以知道 这也是这复电 因为你沿着这个电力线的方向 追踪一定有个复电荷 这里的电厂比较大 这里电厂比较小 像这个 两个都是正电荷 两条电力线不可以相交 所以它这个地方 因为不可以相交 所以你硬着把它挤在一起的话 它会排斥 会排斥 所以有种排斥力 绝对不可以相交 那么 我们就看 这一点的电厂 很大 比这个大 也比这个大 对不对 比这个大 那么 这一点的电厂 是什么方向呢 你就可以 这里再画一条 假设有一条线 那就是这个方向 大概可以看出一个 明堂出来 如果一个正电荷 一个负电荷 它的电力线 就是变成这样子的 这个 这个区域电厂都很大 这个区域很大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电厂就比较小 越远的地方 电厂越小 这个是两个正电荷 二Q 这是一个负Q 电力线是 这个样子的 OK 这是我们看看 电力线的观念 再来 我就要介绍电偶级 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东西 电偶级 什么叫电偶级呢 偶就是两个 不单单是两个 它一定有关系的 比如说 一个人有配偶 那这两个 绝对有关系 一个男的 另外一个 一定是女的 不可能是 这个人的配偶 这个男的配偶 也是个男的 不可能 所以电偶级就是说 有两个点电荷 一个带正Q 一个带等量的 负Q 相距 距离有低远 固定 我们讲给固定的话 这就是一个固定的 一个电偶级 那现在 我们就 假设 我们就定义一个量 叫做电偶级局 叫Electric Dipo Moment Dipo Moment的定义 就是说 你把这个电偶级 电量的绝对值 就是正Q 乘上它们之间的距离 低 不过它是个项量 就是从负电荷 到正电荷 这个方向 这个层级 我们叫做 电偶级 它的单位就是 Column Meter 电偶级 将来我们有电偶级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好 现在我们就看 假如有电偶级 在均匀电 我们要求电偶级 在均匀电厂中 就是一个区域有均匀的电厂 那我有一个电偶级在这个空间 它受力 情况怎么样 它的力局的情况是怎么样 力跟力局就是我们要彻底 一个物体受力 我们就看它的直心 运动状况 有没有改变 那力局就是要看 这个物体受力局以后 它绕着直心旋转的运动 转动 有没有改变 比如说这个是电偶级 这个是它的偶级局 就是电偶级局 我们摆在一个电厂里面 我只画出两个箭头 这里都有一群 这个均匀电厂就是 Q所收的电厂 Q的电厂 跟1跟负Q的电厂 大小相等 方向相同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它受力的状况怎么样 好 正Q 因为它在这个电厂里面 所以它的力呢 就是对Q乘上1 Q乘1 那么负Q呢 它在电厂 这个电厂里面 它所收的力就是负QE 就朝这边 好 那么这里 所收的总力 F positive 加上F negative 这两个译加就是0 那就表示啊 一个电偶级 在均匀电厂的空间 所收的总力是0 那根据牛顿定律 我们就知道 这个电偶级 它的执心 运动状况不改变 就是它原来是静止 它就保持静止 原来在运动 它就做等速直线运动 那么我们看它的力 看它的电偶级 所收的力矩 Torque 因为这个力是朝这边 F positive 这个负Q的力是F negative 这一对的力 作用在这个上面 这一对的力正好怎么样 大小相的方向相反 合力是零 但是力矩不是零 因为这两个力 它的 不是重叠在一起 就是说这两个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但是它不是在一条线上面 不是在一条线上面 所以它会有力矩 好 这个力矩呢 根据力矩的一个定义 它就是 它们之间的垂直距离 这个跟这个之间的 这个我们先用向量来好了 从这里到这里的D 就是这个D向量 Cross Cross F Cross F 这个F跟 就是Cross正F D Cross正F 正F就是QE了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Q拿到这个前面来 就变成QD Cross E 那Q乘D呢 就是电偶极矩 所以Tog就等于P Cross E 就是电偶极矩 与电场的向量器 这个是根据向量来讲的 好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电偶极矩在均匀电场里面 它的向合力是零 但是合力矩不是零 合力矩不是零就表示说 它会绕着 在中心轴 中心点 就是它的直心 中心点 它的运动状态会改变 运动状态会改变 比如说 你的P 是这个方向的话 那么它现在的力矩是这个方向 你看 P Cross F P P是在这里 P是这个地方 F在这里 Cross F 这个朝荧幕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它旋转的方向 你原来不动 它会懂 就是说它运动状况会改变 好 那么因此我们就说 一个利偶 在这个均匀电场里面呢 它会受利矩 利矩就是说 这个利矩会使得 这个电偶级 产生 这个方向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 顺时针方向 它朝里头顺时针方向 顺时针方向的 运动的 转动运动的改变 比如说你原来在这里 我们画这里比较清楚 它会把你转过来 把你转过来 一直转到你这个P 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你的talk就是零了 因为你talk就是零了 力矩就是零了 就不再转了 那现在呢 我们看 这个力矩 这个 P本来在这里 比如说这Zeta1 后来跑到这里来 跑到Zeta2 按照这个电场的力矩 它是要 你摆到这里 它自然会到这里来 这个力矩会把它 推到这个地方 但是原来在这里 你要到这个角度 Zeta1变到Zeta2 你靠这个电场的力矩不行 你要用一个电场 跟电场相反的一个力矩 才能够把这里 推到这里来 所以现在你要用一个外力矩 从这里 推到这个地方来 Zeta1变到Zeta2 它才可以 所以你看外力矩 正好等于什么 跟电场的力矩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我们现在要求 未能的话 就是说我做的工 不让它发生动能 就是没有动能 没有动能 就是我们看到 运动旋转的速度 就几乎是零了 我现在说 电场对DLG所做的工 这个是这个工 现在我们看 你从Zeta1到Zeta2 这个是External到 乘上DZeta External也是这个方向 DZeta也是这个方向 它是从Zeta1到Zeta2 这个是它的工 就跟电场的力矩 是这个方向 从Zeta2到Zeta1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大小跟这个大小 我们都用这个 PE3Zeta 因为它是等于 PE cross E 就等于P的大小 乘E的大小 乘两个向量 夹角的正弦函数 这个大小跟这个大小 相等就是这个 DZeta 这个积分机出来 这就变成Fu cos 你把这个带进来就是这个字 那我们就发现电厂的力矩 把这个电偶级从这里推到这个角度 从Zheta2推到Zheta1的时候 或者是Y力矩 从Zheta1推到Zheta2的时候 它做的功是这个值 这个功是什么 你看它只跟起初的位置 跟末后的位置有关 你可以推一点又推回来 推一点又推回来 最后推到这里 就好像我走三步 前进三步后退两步 那我还是每次都还是前进一步 到了这里 你看如果一个功的形态 是跟起初的位置 和末后的位置有关 我们在力学介绍过 这个时候的力 它就是保守力 这个功能可以化成未能的状态 未能的状态 所以这个可以化成未能差的心态 就是等于 就是potential energy potential energy 2 minus potential energy 1 就是第二个位置的未能 与第一个位置未能的差 的负值 定义本来是这样子 定义本来是这样子 那你 比较这两个式子 我们现在力 p在这个位置 所以θ2本来是90度 θ1是任意位置 我们是从任意位置 推到这个位置 本来是θ1到θ2 现在θ2在这里 θ1是随便什么位置 如果θ2是90度 那这个就是零了 θ1等于θ 那这就是cosθ 那这个 我们知道 我们设定 这就是设定 这个地方的电位能 是零 那任意位置的电位能 就是ep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带进去 这是零 负的证就是ep 这个是零 所以就得负的 一乘P 乘两个相量夹角的余权按数 为什么是负值呢 原因就是 你看 这个电偶机 电偶机局 在这个方向的时候 它的 就是说 这个最不稳定 这个电厂就会把它 往这个方向推 你要从这里 这个位置 要推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要用外力推 用外力推 可现在这个地方的位能 是最大值 这个位能是最大 这个 往这个方向都是比较小 最大值你设定它等于零 那么 比较小的位置就一定是负的 就好像我们重力位能 我们设无穷远处的重力位能是零 但是无穷远处的位能才是最大 你看你石头 越高的地方 它掉下来的动能越大 对不对 但是越高位能越大 越 无穷远的地方就是位能最大 结果你设定它等于零 那么有限高度的位能就是负的 所以电偶级的位能是这个字 要记住 Tor 等于 E 像样 Cross P像样 Cross E像样 这个 不 这个一定要记住 就以上这两个 一个是Tor 就是电偶级 电偶级举 受 均匀电厂的作用 它的力矩 就是等于 P Cross E 它的位能 就是等于负的 P Dot E 这两个 这一对很重要 要记住